我们最希望的诉求不是只是亲子车厢这个设施而已 而是我们能够得到一个友善互动积极沟通 彼此都互相沟通需要的这样的一个气氛跟环境 男侧也要妙步台 爸爸育人好自在 亲子出门是权利 拒绝歧视与敌意 拒绝歧视与敌意 您在收听收看的是灿烂时光会客室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宗祥 灿烂时光会客室是由中盛大学今生今世广播电台 还有公民行动营记录资料库 以及公式新闻议题中心PNN联合直播的视讯跟音讯的节目 我们在每个礼拜天晚上的10点在中盛大学今生今世的节目当中会播出在加一地区是FM88.1 那在礼拜天晚上的9点半会在公式新闻议题中心PN的网站上面会有完整节目的播出之后会有在公库也会完整节目来播出 我昨天从这个高铁回来 事实上在高铁上面就在我的旁边因为人很多我就坐在自由座上坐在自由座那边 那自由座好不容易找到位置 但是后来就有一些乘客也陆陆续续进来 进来之后呢 哇 我发现我觉得有点惨 因为我旁边住了两个小孩 而且这小孩大概就是学龄前的孩子 那妈妈很辛苦的带着这两个小孩 一直进到这高铁的这个车厢 那结果无其然就非常非常的吵 因为小朋友他非常非常开心在玩耍 那妈妈也非常有耐心的在陪他们玩 也是跟他们聊天 可是要作为一个乘客在那个位置上面就会觉得说哎怎么办怎么那么吵 所以我也我也我唯一的方法就是带起了耳机 然后把音乐放得很大声 因为我真的有点想休息 可是我想这个情形在很多的这个乘客 对很多的乘客来讲也许是一个不方便 但是我相信对于这个家长跟这个小朋友来讲 其实也是非常非常不方便的 那事实上在这个儿童节前夕呢 其实有一群 这个爸爸妈妈也带着小朋友到台铁去 有一个陈情 这个陈情是希望他们在台铁能够有一些友善的这个设施 包括这个无障碍的这个亲子的空间 或者是像亲子的车厢 那我想这样的一个所谓的陈情或是抗议的行动 跟我的经验事实上是非常非常类似 而且是有关的 今天在节目当中就要跟大家谈这个话题 今天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台湾亲子共学促进 促进会的这个理事长张淑慧 张理事长你好 张老师你好 非常谢谢来接受我们的访问 我不晓得就是我刚刚那个经验应该是很多的乘客 可能都会有的经验吧 所以我们这次这么多爸爸妈妈们站出来是希望说呼吁台铁能够增设这个亲子车厢 那主要就是说因为台铁是一个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大众运输工具 而且也是我们才能够负担得起的 那我们很希望说这样子的一个对我们来讲这么重要的运输工具呢 它能够做一些对儿童友善的设施 但是我们其实最重要的目的并不是争取一个设施而已 而是希望能够开启一个对话跟讨论以及能够争取一个可以理解跟接纳儿童特质的这样的环境 如果说不是基于这一点考量的话 这个事情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推动 那我知道说台铁它有在考虑在一些一两条的支线做一些示范 那不过我在我们的立场来说呢 我们这种示范它可能是在一些用来引爆一些观光热潮 可能有做了几十分钟或一小时这样子短时间的一个搭乘 那可能图了一些可爱的卡通图案 那但是呢这个并不是我们期望中 我们期望的是说它是可以落实在我们的生活中 当我们爸爸妈妈带着小孩必须要做长途的旅行的时候 有这个亲子车厢呢 有一些友善儿童跟父母的一些设施 那它是一个看得到你而且也用得到的 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体贴到父母跟儿童需要的这样子的一种车厢 那这个车厢其实在其他的国家 包括说日本德国跟瑞士他们其实也已经开始有这样子的车厢了 那里面内部的设施就是包括说一些游戏池 然后图书 然后小小的那个摇摇麻 然后最重要给妈妈的需求就是说要有一些尿布台 热水可以泡奶 那因为在我们的立场我们是非常希望说 妈妈带着小孩利用这样子的这种大作运速工具 它可以接触自然 它不需要依靠爸爸在放假的时候 载着全家人用开车的方式 那我们鼓励亲子自主的旅行 很多的沿线都是有很丰富的文史自然 那我们如果能够大大的增加 爸爸妈妈们去使用这样子的车厢的话 那其实对于我们整个孩子接触自然跟认识台湾 这是非常非常多的帮助 我想也许可以在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再回到那个亲子车厢的这个概念上面 那刚刚理事长大概也稍微介绍了亲子车厢的一些设施 可不可以请你再仔细的讲一下 为什么这个亲子车厢里面 到底应该会有什么样的东西 而有的一些亲子车厢的这些所谓的设施之后 对一般的儿童对一般的家长来讲 它的便利性又是什么呢 对因为确实是比方说我问过几个国小的孩子 他们坐火车他们就说很无聊 那我就说到底什么很无聊 他就说 我说你们可以走来走去看风景 他就说不能走动啊 然后也不能够笑啊玩啊 那这样子就会被吵会打扰到别人 那我就说那玩对你们来说很重要吗 他们就说很重要啊 那其实事实上对我们来讲 我们也知道对孩子来说呢 玩其实就是学习的一个部分 那儿童他其实就是跟我们成人不一样的 他有一些特殊的特质 他比较不受拘束 然后他比较有许多的创造力 他比较不耐久坐 那这个是他的一种特征 就很像 就是说我们今天有一个重要的话题 就是说儿童的需求在我们的公共场所里 有没有被隐形了 儿童这样子的一种生物 他有没有在我们的生活中 变成是一种配合跟附属于大人的 这种状态来存在 那他这种不同 如果我们觉得他跟我们是不同特质的 我们就会在很多的设施上面 依据他们的需求来做考量 就像有些成人的个性 有的是很活泼的 有的是很内敛的 然后不同的国家的民族的民族性也不同 儿童就很明显跟我们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可以 他们就是没有办法在长途的过程里面 等待这么久这种久坐的情况 那所以我们给他一个去处 不是说我们有了这个亲子车厢 然后我们就把孩子赶到那个车厢去 就像我们现在如果我们给妈妈们 有一个哺乳室 那可是不代表说有这个哺乳室 他就不能够在公共场所的部分 哺育他的幼儿 我们是增加一个选项 这样让这些亲子可以有一个地方去 是符合他的特质 他的需求的 所以他整个的根本的思想是说 我们整个社会是不是 我们能够考虑理解 跟多一点接纳儿童的 跟我们不一样的这个特质 多一点理解 那像刚刚老师提到说 在身上假设我其实是需要休息 那我被这些孩子干扰 那这个是一个很具体的一个情况 那这个部分我们想说 就是秉持一种友善互动 然后积极沟通的这样子的心情 就是说我们先不要动怒 先不要假设说 这个妈妈他们没有在教小孩 或者是他教的不好 事实上 其实父母 再也没有一个工作 像父母这样子 不眠不休的 没有喘息的时间 那他在大众的运输工具上面 他其实自己可能很多时候也是累的 那如果说他愿意坚持一种好的态度 来跟孩子应对 他接纳他的一些特质 那他不是说你乖乖做好 用一种命令式的方式 要求他服从 他愿意理解他可能会无聊的 这样他就要使出渾身解数去应对他 所以我们的妈妈 像我们亲子共学 我们的妈妈 我们都是在练习不打不罵 不威胁不恐吓这样的教育 所以他就要常常带很多故事书游戏 然后把小时候所有玩过的 各种猜谜猜拳的游戏全部用上 然后陪孩子玩之外呢 也还要在他们大声的时候提醒他们 他们玩的开心嘛 开心他就不会去做一些其他的 比较不当的一直去拉窗帘等等这样子游戏 那我们就陪他游戏 然后他玩的开心的时候 要提醒他要尊重别人 那我们愿意为孩子这样做 但是有可能很长的时间 有时候不一定都能做到 那我们只是想要提醒说 我们周遭的人是不是能够用一种 先不要带着评价 然后先多一点的体贴 那如果我们觉得被干扰 觉得有困扰的时候呢 我们就一句关心跟一句提醒 然后我们也等于是鼓励这些爸爸妈妈 跟孩子温和的梭理 那要不然其实呢 这周遭的这种眼光呢 他很容易形成一个非常直接很重大的压力 加在父母的身上 那他直接对待孩子那边下去的态度呢 就是给他更不好的脸色 更多的命令跟更多的拒绝 那我觉得这是希望说我们整个可以有 友善亲子的这种气氛 这是这个车厢最重要的一个背景 而并不是说我们想要这个设施 我想这是一个还蛮重要 而且是一个蛮需要去再进一步的去思考的 一个关联 就是说简单来讲 就是说一般的车厢 它是一个公共空间 而在这个公共空间里面 他可能会有自己的一个公共空间的规范 可是幼儿或是儿童或是亲子之间 他们所需要的这种所谓的空间的感觉 或是设施 甚至在里面活动的方式 事实上他很容易受到这个空间的规范 例如说叫做安静 给整个压抑住或者是给限制住 所以他就会回过头来 我们就会说啊你看吧 这个妈妈这个爸爸是怎么教 这个小孩怎么会这么没有家教 然后呢可能甚至会直接回过头来骂那个小孩 这个其实是让这个小孩的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呃不只这个小孩 他们在成长过程会受到影响 甚至连整个空间的这种所谓的舒适 或者是这个安静的状况 也会受到影响吗 然后让他练习 但是另外呢如果是真的是时间太长 他们其实需要有一个去处 他可以去那边活动 是比较属于 这就是一个他的隐性特质 就是我们可以看得到说 我们可能在公共场所 我们并没有其他的事情在做 然后我们可能需要休息 这是我们可以接受的一种特质 一种显性的需要 但是幼儿呢跟亲子呢 他们可能有一些隐性的需要 那些隐性的需要 他就需要整个空间的设计 能够配合他像这样子的需求的 也就是说在食物上面 他可能会设计一个这个空间 而这个空间是亲子他可以去做 但是有点像他就是一个设施 但是他不一定是只能够做在那边的意思吗 是这样子 对他在这边如果是坐不住 他可以去那边喘息一下 或者是他就一直 他如果说那个座位 他可以一直的在那边是很好 可是我们只要相信 经费有时候固定这么充裕 对 而且除了亲子成像之外 我们成年人在很多的时候 我们也必须要在各个公共场所 跟孩子共处 所以其实他还是一个态度 跟理解接纳的这样子的心情 跟我们对待亲子 我们叫父母教养孩子 他有很大的责任 这个也是他自己必须要承担的 那一个愿意好好的接纳孩子特征 他其实需要加倍的功夫 来对待这些孩子 那我们是不是愿意给这些爸爸妈妈多一点的支持 但是会有一种说法 就是说例如说好了 不管是在特别是花东地区 太鲁阁号 这些所谓的 特别是花东地区的这些列车 事实上常常我们就已经一票难求了 可是还要再去加挂一个车厢 这不会对台铁造成一个在这个所谓的经济上面的负担吗 或许也有人会认为说 这个事情其实是你们家自己的教养的问题 为什么要用所谓的公共的这种资源 去设立一个这样的车厢 你怎么看这样的一种现象 这种说法呢 这就是说我们国家对这种幼儿的这种特质 我们是希望他在公共场所隐形吗 如果我们所正视他的存在的话 那我们编列一些 经费在经费的分配上面 我们给他一些 市场你先有一个车厢 他可以去那边喘息喘喘走 做了不做之后过去那边玩一玩 他都会有很大的帮忙 我觉得之前进度不了这件事情 是交通部跟台铁他那边需要去做点拟的 那我们是希望说是有一个这样子的一种态度 其实参政的更生地步 他真的不是预算的问题 是我们愿不愿意接纳的问题 比方说在高雄的市立图书馆的这个总馆 他新过程是一个非常可以当作观光点的地方 所以他开张的时候很多人就去 那我们的亲子共学的妈妈 他们就带着孩子去这个总馆 那就发现他们就贴了一个告示说 7岁以下的小孩呢 就为了提升这个阅读的品质 提高这个服务 所以7岁的孩子不能够进入3楼以上的楼层 那这个就很明显的 他其实是一种排挙的态度 而且其实已经是带着有歧视了 假设说孩子是没有办法自我控制 而且没有办法尊重别人 那我们就经过很多妈妈们就连番打电话过去 那他们的成绩就一直提高 最后他们就新出一个告示 叫做可以在家长陪同志下去 那我们是不是 当然孩子有时候玩一玩 他一时忘情 他就大叫大笑 或者是我们都知道 孩子在累的时候 也特别不太容易沟通 但是我们不应该因为这样子的特质 而采取一种拒绝 那我们 你这就等于是一种 真的这就是带着一种歧视 那我们可以陪 我们可以上去 然后也许他大声的时候 我们就适时的提醒他 我们教他这些不同的空间 就有不同的人的需求 我们怎么去尊重理解 跟我们能够看得到别人的存在 然后其实我们这样子讲 他还是可能做不到 那就表示 也许你时间来的太长了 也许他现在真的是太累累 太疲累了 或是我现在刚好 跟他有一件事情在冲突 我们之间谈不容 我们现在有点紧张 那也会形成 比较没办法沟通的状态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再带下来 可是是不是不应当 就是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设定 你是不能够到的 这是蛮有意思的 这其实人跟人之间 特别是所谓的成人跟小孩之间 或是公共跟私人之间 他有非常多的假设 我们假设小孩一定会怎么样 或是假设小孩一定不会怎么样 事实上这些假设是不是对的 就像刚刚理事长讲 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的问题 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再回过头来谈到 除了这个所谓的亲子的车厢之外 事实上在整个台湾的公共设施 当中的无障碍设施 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们先休息一下 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灿烂时光会客室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宗长 灿烂时光会客室是由PNN公司新闻疑题中心 PNN公民行动影音记录资料库 以及中正大学金森金市广播电台 联合自播的视讯跟音讯的节目 今天在节目当中 要跟大家谈的这个话题 我想对很多的家长 甚至不是家长 恐怕也都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 就是在前几天 这个亲子共学等等的团体 其实到台铁有一个陈勤抗议的行动 希望他们能够去设立亲子设想 以及去改善他们相关的设施 特别需要建立一些无障碍的设施 无障碍的空间 今天在节目当中 是我们亲子共学这个出境会的理事长 张淑慧一起跟我们谈这个话题 张理事长你好 我们在前一段当中谈到的这个有关亲子特效 我们也提到 这不是一个什么经费预算 这些问题 他事实上跟涉及到很多的观念 跟这个成人怎么看小孩 或者是他有什么样的假设之间的关系 而且回到一个 从一个小孩的成长的过程当中 一种所谓尊重不同个体差异的过程当中 这个亲子科乡 事实上是有他设立的必要 从另外一个角度 你们在当天有提出的另外一个诉求 就是希望能够去改善这个台铁的无障碍设施 可是不是台铁本身就有一些无障碍设施的吗 这些无障碍设施 现在在使用起来对于所谓的亲子 有什么样的不方便的地方吗 为什么你们觉得这些无障碍设施 还要再去改善加强的地方呢 事实上有很多的车站 他的那个升降机 其实是非常缺乏的 这是其中之一 就是有些可能大站 他才有这个升降机 那其他小站其实没有 但是事实上很多小站 他其实可能是有非常工夫的文史 我们其实很适合带孩子去那边学习 那另外呢 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说 他的月台跟车厢之间间隙是蛮大的 然后呢 他的抖梯每一个车厢的那个车厢的要进入的路口都是有一个阶梯的 然后他的车门是狭窄的 那如果说我们是坐着这个要去大火车的话呢 如果没有一个人从上头车子那边呢 帮我拉上去 其实我是没有办法把他拉上去 那因为带着孩子的妈妈呢 你就知道了 那个娃娃车旁边啊 同时是载货的 他有水啊 尿布包啊 勾了很多东西 勾了很多东西 那那个门就是塞不进去 所以呢你就必须要在当下呢 立刻也许你怀里有一个娃娃车上有一个 然后你呢 立刻要把那些塑膠袋什么全部都拎在手上 那你就没有手去推那个娃娃车了 即使说我们的账务人员呢 他们现在有个变通的方式 如果我们告诉他我们在这个车厢要做的话 他会拿一个鞋板来帮我们架上去 就解决那个楼梯的部分 但是我们的这些垂挂的这些东西这么多呢 几乎你一个人是没有办法去完成的 要有一个人从上面帮你拉抬 那而且如果我们是要用一个人力 来放一个鞋板这样子的做法的时候 久了下来我们 我们是不是也会觉得这样太麻烦了 或者是我同时有很多的 很多的家庭要用的时候 这样子其实是不够 那这个是属于他的 要光是要上火车这件事情呢 他本身就有他的难度 那上去之后我的娃娃车 不能够占掉别人很大的通道嘛 而且其实那个走道很小嘛 对不对 很小 那我要把它收起来 才能够塞到一般 放行李箱的那个位置 那这个塞又是一个很大的工程 就是所有车上的东西全部都要卸下 那卸下之后要摆在哪里 最后我要在紧急的时间之内呢 把娃娃车打开放下去 把所有的东西都挂上去 然后那时候可能已经 车子要发动的声音已经响起来了 所以这个是就是非常的不方便 那如果说孩子呢 要更换尿布的话 那现在我们知道说 浦一屋马号有亲子厕所 那是其他的 其他的呢是有简单的在站长室 有一些哺乳室 那其他更加小的呢 亲子厕所呢目前是没有的 那我们如果带你孩子要上厕所的话 也没有地方可以勾啊 你要尿布要勾在哪里 然后我带着一个 然后那个车子是会开的会紧张 我就很怕会摔倒 所以他空间又非常狭小 他整个就是行 就是我们妈妈就形容说 我简直是像在参加有无障碍的比赛 那我就要克服很多的难关 而且那个精神的压力会非常非常的大 因为精神的压力非常大 但是当你要上车厢之后 我们刚刚谈到那个走道是很小 但是如果你的位置 又刚好是在这些座椅的中间的话 那你怎么进得去呢 其实我在想说 哇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特别是如果像自由座也好 或者是像一些不要讲自由座 就是说一般的过年期间 或是假期间 台点就是塞满的人 那这个妈妈怎么坐到那个位置 或是要去上厕所 他不是很麻烦吗 是 然后你一犹豫呢 你就堵住了通道了 所以那个精神的压力也是 就是来自于这边 就大家也都想要几个赶紧去找自己的位置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蛮多的 两个小孩可能要把一个抱过去 另一个要可能是暂时就在娃娃车上 那谁要顾着他 所以这其实我们整个亲子的外出呢 特别是这种幼儿的阶段 我们真的需要社会的支持 其实我们的经验也是说大部分的看到这样子的情况 帮忙做一下其实是蛮多的 只是说那整个的空间上 如果更多的设计更多的友善 你的心情上附和比较小 帮忙他们教养小孩的压力小一点呢 支援的多一点呢 我们就比较有机会提供好一点的品质给孩子 说真的你要跟孩子耐心的说话 如果你在一个很大的精神压力之下 你不太容易跟他好好的沟通跟表达 说不定他现在看到了一个什么很有趣的 被这个门吸引了 这些都是他要学习的过程 我们很值得介绍给他 带他去暗暗看那个按钮 这些都是他认识世界 非常好的一种方式 那如果我们整个更友善的话 那我们更能够给孩子好的教育 我们更能够尊重跟孩子好好说 多一些耐心 跟他沟通 我们跟他想法的差距 那这些都是要有心情要有时间 对 这个我们可以看到 假设刚刚谈的轻车厢 也许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如果比较简单的解决方法 是不是在台铁每个车厢入口 他只要拆掉一排或是两排的座椅 那把它设计成为一个相对之下 比较开放的 那这样子 就也不用把娃娃车收起来折叠起来 那大人也可以坐在那个位置 不是一个相对比较容易的做法吗 对 其实我们大家都说提到预算的问题 但是其实会影响几个座位 很快的做改善 其实是容易做到的 对 那除了我们刚刚谈到了厕所的这个问题之外 事实上台铁还有什么样的 在整个车厢里面的设施是需要改善 例如说 在男性的厕所当中 基本上来讲 他是不会有这个换尿布的平台 这个是不是也需要再把它加装上去的呢 对 因为 这其实就是整个公众厂所的设施的问题 就比方说我们有 爸爸 爸爸他带着女儿 我就见过这样子 爸爸带着女儿去上厕所 他就一直告诉女儿说 你不能够进到这个男厕所 所以你要一起去上厕所 那孩子就在里面就哭了 那妈妈带儿子也是一样的情形 对 所以有这个 让爸爸那边也有增设尿布台 这是对爸爸来说 爸爸那边也有亲子厕所 也有尿布台 他非常的鼓励我们爸爸呢 能够带我们的孩子出游 而且鼓励爸爸担任一个这个亲子的角色 可以扮演的很有成就感 然后很乐于去扮演这个角色 那包括说厕所里面呢 不是说有亲子厕所就很适用 比方说里面是不是有大小马桶 那个小马桶呢 要有 其实有一个很简单就可以马上有改善 就是如果你没有办法有大小马桶的话 那你放一个小朋友用的那种马桶座 像我们家里有幼儿的 我们都知道我们在家里要买一个马桶座 孩子就不会掉下去 那我们有一个马桶座也可以立刻的 让孩子是很方便的可以自己去上车 在台湾的公共设施当中 除了台铁这部分是需要再做一些改善 或是做一些这种调整之外 在你们的经验当中 台湾的其他的公共设施 不管是在高铁或是机场 或是其他的像高雄很多的渡轮 或是你刚刚谈到的 像这个图书馆里面 这些公共的地方 这些设施都是完善的吗 比方说我们就如果是 像捷运站 我知道它是里面本来就没有上车座的空间 那它可能在站的部分 它是一个有进的车座 我觉得是有全面慢慢的在进步 但是如果说 比方说客运好了 我就曾经说我们要去坐火车 然后换一个主动客运 那一样啊 客运 娃娃车要怎么样上这个客运 我那更麻烦 对 但是 那 它是不是有 有的是有行李箱的 那有行李箱一样就是刚刚的问题 就是说我要把孩子抱着 然后所有东西都提在手上 然后娃娃车塞进去 那塞进去的过程里面呢 我们是不是能够得到很耐心的愿意这样子对待 如果我们可以有这个信心说 我们这个是被鼓励的 然后它主动来问我们 你们需不需要这个帮忙 然后帮我们折起来放进去 小孩子一边在玩快要跑掉 所以我们可以去照顾他的小孩 那这个娃娃车有人帮我塞到这个行李箱 就是 第一个要有这个行李箱 还要愿意给娃娃车放 然后他愿意接纳 我们可能会花一些时间 我们需要一些帮助 那所以像这个部分呢 我们也是客运的这个部分 也是非常需要这样子的协助 那为什么我们要去追着这些事情 其实真的就是回到源头 就是说 我们鼓不鼓励亲子的自主的旅行 我们鼓不鼓励孩子离开 舒适的舒适圈在家里面 我们鼓不鼓励他 从小就有一点冒险犯滥的精神 对什么事情好奇呢 我们都去尝试离开出离家里 稍微远一点的地方 这都有很多可以探险 可以学习 真开拓视野的部分 而且妈妈们不需要说 因为没有加通过去 不管是全职妈妈 或者是全职奶爸 不需要说一定要两个人才能够带着孩子出门 也不需要一定要开车 我自己呢就是自由行自助行 然后去发现各种有趣的新鲜的事情 带着孩子每天都体验惊喜 那我们鼓励这样的话 我们就要在整个大众运输的设施上面 给这些亲子更多这样的友善 跟这样子的机会 那我相信 长期下来我们 光是孩子的童年很值得回味 很值得回忆之外 我们一定也可以带引出更加健全 更加有勇气 不会受到一些不方便 不会就是更被支持 然后到哪里就可以去试试看去玩玩看 这样子的性格 这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好的事情 我想他也不单只是出去游玩这件事情 就是在一般日常生活当中 可能要去逛街拜访朋友 或者是从这个地方移动到另外一个地方 他都需要搭上很多的大众运输系统 所以这个是一个所谓的比较全面性 普遍性的这种改善 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 你们到台铁去抗议之后 台铁给你有什么样的回复吗 他们有说他们会编列预算 在年底之前改善 那他是针对的是哪一个部分 我们也还要再仔细地去 那并没有说要改善什么吗 对对对 我知道那个回应是蛮有赛 因为让我们去的时候 他们就告诉我说 你们说的这些都是对的 这些诉求我们也是都很希望努力 那我们目前也是希望说 在持续的 我们会把我们的意见发文给他们 他们如果说真的有一些设备上的 要做一些调整的话 那希望他也可以管 港纳迎接团体的意见 然后去采运 那比如说像我们有的小朋友 他提出很好的点子 他说他希望车子上可以有放火车影片的地方 他可以放火车的影片 或介绍火车的历史 然后还有一个人提了一个很有意思说 可不可以那个车长是 那个列车长在开车的地方 他可以做成透明的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到他在里面忙什么 在做什么工作 他的职业是在他的职业的特殊性是什么 那这些都是从那个小朋友的眼光 从爸爸妈妈带孩子搭乘的这个经验里面 他们发展出来的一些需求 那这个都是我们可以提供给 他们在规划的人的一些建议 我想这都是一个非常重要 所谓的无障碍空间 或是所谓的这些公共空间的设施 特别是刚刚谈到无障碍的部分 他绝对不是为了身心身体不方便的人 所有的人他都是有可能需要 从一个小孩到一个老年人 事实上这些空间的友善 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理事长来接受 我们访问希望下次有机会 我们更多的相关的讨论 当然我们希望台铁能够赶快的 来回应这个民间的诉求 来这个要求 好今天非常谢谢您的访问 我们下礼拜空中再会 谢谢拜拜 谢谢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